7000元的二手香奈儿 北上广的年轻人也开始抢了 康布入职场不久的黄茜 觉得自己急需置办一身向量的行头 去洽谈客户 正装和鞋子上还在他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 但一只向量的名牌包专柜价少说 也需要近2万 这对一个职场萌心来说 的确有些承担不起 在抖音搜索奢侈品二手直播 不仅有像胖虎 飞鱼 红布林 十二这种垂直二奢电商平台在直播 一些在线下拥有二奢门店的小型商铺 也纷纷在直播 小摩仙告诉人财经 自己第一次在直播间购买产品时 也很犹豫不决 会质疑产品的真假